所以像現在接下來這個階段就是你雛形已經出來了嘛 你就開始在找還有哪些地方可能可以丟一些細節 像這個地方可能到時候還會補有條狀的 然後為什麼他們不是一起看煙花有人問這個問題喔 這個問題說的也是好我是想讓他有環場效果嘛 這個這個角色看著畫面的 這個方向這邊看這個方向然後這裡看更側面的方向 他就會是一個就是他的維度畫面中的維度會比較廣有點類似廣角鏡頭啦 當時是這樣考慮的如果你都站同一排他就全部都看左邊或全部都看右邊 也不是好事然後你問我說為什麼這個蝦子他看得到 其實我當時沒有想我就是為了留給大家一個吐槽點就是就是他眼睛遮著為什麼看得到 然後我知道一定有會有人會有人去問這個問題 然後然後我就是故意留一個吐槽的位置給你 你這樣就不會注意到我其他畫錯的地方 然後做到這個階段整體的光已經出來了嘛 怎麼慢慢整理的慢慢整理是這樣的喔 我這張圖我畫的時候畫的還蠻鬆的 就是我沒有畫什麼細節 那我們剛剛有有提到一件事情喔 有提到說細節有兩種 一種是你真的把這裡面的每一個凹凸起伏都刻畫出來的 這個我把它叫做真的細節 另外一種細節是什麼 另外一種細節就是這種筆刷本身帶來的顆粒跟紋理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那種 叫做紋理帶來的假細節或者是微妙明度帶來的小細節 所以這些微妙明度帶來的小細節 在用筆的時候就派得上用場 我看一下我修改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這個版本就是開始整理啦 開始整理這裡就就比較需要硬化了 硬化就是你可能要開圖層 像我當時是這樣開圖層 開個新的圖層 然後ALTC這邊的顏色 那我在下筆的時候 就這樣子把顏色推回去 把顏色推回去 如果他是白色他太暗了 這裡我可能我就把顏色稍微拉開來 然後在用這個筆的時候 你要注意不要這樣用力 因為我這樣用力 就是有些比較厲害的那種大大 就是大佬他們素描比較好的 他很知道哪邊要切塊面 就可以直接很很準確的就畫到位 但是我這裡我自己不是那麼 然後我素描沒有那麼擅長 就是畫那種很真實的細節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畫的比較鬆一點 然後我會控制說 例如這個 這個眼前的這個布 他的刷的方向是這種方向 另外一邊臉頰 我可能刷的方向就改成有點偏左右 我會稍微順著臉部的結構 或者是物理物件的那個方向 他本身的結構方向去調整 調整就是我的運筆的那個走勢 這邊給他 比方說像這裡筆子 我當時就是先這樣刷一塊 一二這樣刷一塊 然後我知道這一個地方有高光 所以給他點一下 那縮小的時候 這邊就會看起來很多細節 但其實是運筆的時候 我我就是給他點一下 有些地方點一下 點一下這樣結果 所以畫到最後他其實是 稿子是蠻放鬆的 然後像這樣子 這裡會有個夾 就是這個 布料跟鼻子中間有個夾縫 我們說叫做筆色陰影 還快 還快 也沒有畫得很仔細 我通常沒有放到這麼大畫 這張圖大概都這個大小在畫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比方說鋪上這個固有色 鋪上固有色之後 你會發現在鋪的過程當中 當我們的固有色 在正確的位置上的時候 線稿就不會那麼明顯 就是跟顏色接不起來 像我把這些固有色都拉回去 然後這邊的固有色也拉回去 這時候原本在底下鋪的那些 就是筆觸啊 紋理就有效果了 就有幫助了 什麼幫助 你原本鋪的這些東西 在你用一層顏料蓋過來的時候 他在底下會呈現 就是那種很多很小的變化 就是我在畫這張的時候感覺 有很多東西是原本底下 隨手亂畫的那些內容 然後在你把它疊加 把它蓋起來之後 他就變成了 我們所說的微妙細節 像到這個階段 帽子的顏色 然後這裡我就是去吸原始設定 他的腳是什麼色彩 就照著他畫 然後我通常在這個地方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是 這裡啊 日系的畫法會100%這樣畫 然後再去選亮點 在這個地方再畫亮點高光對吧 我畫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 我先畫的比較輕柔 而且這個筆數本身 我這樣圖的時候 他上面就已經有一些微妙亮暗了 我這地方再點一下 點一下 我用就是我用筆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圖一個面 有的時候這樣點一下 然後縮小 這裡面就已經有自帶細節了 很多是這種騙人的 我就是隨便亂點的 不是真的 就是照著素描關係去畫 真的要畫這整張的素描關係 我畫不來啊 我就是用騙數 能夠騙的地方我就盡量騙 高光這樣刷一筆在這裡點一下 點一下 高光 點一下 這樣這裡面就天生就有一些細節了 不是不是真的我去考慮說 我不是真的就是在這個地方我畫一個超完美的漸層 然後我在這邊再點一個高光點 那種做法就是很乾淨的做法 我現在沒辦法畫乾淨的圖了 就是已經回不去了 我喜歡畫那種髒髒亂亂的圖 好 那透過這樣的整理 你當時還是在這個地方 圖上固有色之後 還是要回頭來想說 我的明度可能要稍微這裡 好上這裡可能會稍微暗一些 把鼻子的體積做出來 然後這邊 這一小塊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畫的版本 這個時候還沒有整理的很仔細 我在這個階段之後 就是會 這邊可能把它壓 把鼻子的面逼出來 然後 這裡 你要用那種很微弱的色彩變化 去 暗示出 臉的 形狀 跟結構 點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有 就是最關鍵的那個角落 這裡高光 一般高光可能出現的位置 給他點一下 把這種 小 小結構把它做出來 這裡也是一樣 它有很多小塊的塊面 這個臉頰啊 這一塊可能是比較暗一點的 但只能做一點點 你做多了 它就會 它就會 就是 臉會變得轉太過去 那個那個那個轉折會太強 這個相信很多這邊 就是高考素描訓練都很紮實的那種大佬應該都比我熟 我的素描之前還給就是給那種小就是 網友噴說就是太灰了之類的那個其實我不太會畫那種結構很快撞的那種素描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階段是做成什麼樣子 就到這個階段其實初心已經出來了啦 那 那要花很多時間把這邊的形狀慢慢整慢慢整把它整回來 其實之前畫灰也有一部分是在做實驗就是實驗說人們可以接受到多對比多弱的狀態 就是一切都是為了實驗而做的 哇這個版本我下一個版本已經看起來 已經 完成度已經到 不然跳了 這樣子 我看一下圖稱能不能把它開往前面 你看這是我們剛剛修改的版本 然後 這裡是不是差不多大部分的固有色我都做出來了 然後固有色做出來了我把這邊 顏色把它加上去 這個地方當時畫的太白了 他缺了一點重色 我跟朋友聊的時候他們說這個地方補一條紅可能可能會比較好看 然後我就試著壓下去看看 發現效果好像不錯就留著了 然後你看到這裡就是固有色差不多出來了 這邊還有一點點鬆 所以我就在這邊 在整色彩 這個整色彩的過程要怎麼說 我想一下 首先我先來講一下這個地方的這個高光好了 有些什麼欄杆下方為什麼變暗了 你要知道在作畫過程總是會有很多迷路的時候 就是你 你有一點點迷惘 你不確定這樣做比較好 還是說 還是說另外的做法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是會去試 然後試的時候有時候可能會改變你原本的思緒 然後像這個階段我在畫的時候 你知道我畫這個部分的時候我不太考慮 這道光造成的結果 我就只考慮底下的光造成結果 因為一次我通常只考慮一道光 反正最後這個道光產生的我已經設定好他就是指在邊緣這個地方提亮 然後我在這裡畫的時候就是用一樣是這樣的筆 用筆的時候通常一筆點一下 一筆點一下 哦用小筆哦 點一下 像這樣 剛剛那個面上就有很多 很多細節 這個就是幾乎每組那種大佬的筆刷裡面都有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筆刷 反正我的筆刷全部都是從人家那邊偷來的 哦 你看我的筆刷 我的筆刷 如果按摘入筆刷的話 你看我這邊有好多耶 Evently的 Jamey Jones的 然後那個 郭郭郭的是不是 然後 我們這邊台灣這邊有一個叫純冠玉大大的 Gamey Jones的 JJ的 然後林冉老師的 水彩油畫是從Goodbrush裡面單獨挑出來的 那這個是柯一正 柯一正老師的 徐沐陽的 那個 Dedic的 我有這麼多套 反正我心情好的時候我就換這套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換這套 那就是隨便切換這樣 那個不要再叫求分享 自己上網找吧 應該一堆分享包都有啊 你隨便偷一個大佬的都行啊 我現在就是把 柯一正的 跟徐沐陽的 就是弄在一起 我到時候就把這個合併起來 把這邊刪掉 然後貼出去說是我的 然後我等一下就給人家噴 如果你在畫光的時候 你在畫光的時候覺得 就是都會不小心一下子畫太用力的話 我有時候我會設計 我會把這邊調成綠色 綠色模式他好處是什麼 你刷一筆的時候 他是同一個顏色 你刷第二筆的時候 他會一直幫你刷量嘛 所以像這個筆他的好處就是 我這樣刷一筆 不夠 刷第二筆 重疊到的地方會變亮 我這個地方再給他點一下 他會一直畫亮 我就不用一直去選顏色 在鋪這個高光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重點是 我當時考慮過的事情 當時考慮過的事情是什麼 這一整塊 這邊都是整塊的形狀對吧 我希望把它維持在畫面中大概至少七成是灰掉 然後可能是剩下30%是黑跟白 然後黑跟白的形狀多半都是比較偏向點或線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在下高光的時候 我不太會用大筆這樣子畫 因為這樣很容易讓你的白的形狀 太大塊了 太大塊 然後 就有點像是 我這樣形容吧 這個東西是一個基礎型 然後 我喜歡做基礎型 跟高光的比例是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照剛剛那個模式做的話 就變成這個大 然後我的高光是這樣子的大小的 這樣子一團的 那這個大 跟這種小對比沒有那麼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我在這裡當時有告訴自己 你如果這邊要畫高光 你要畫那種比較強的小光點 會讓整個調子就是這一片的調子 跟這邊的白色分開的時候 這個分開就是 視覺上會把它視為是一個 兩個形狀 當如果你的對比強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這個形狀我要畫小一點 所以我現在在畫的時候 把它 這邊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這裡我 加的亮點多半都是很小的 然後有些亮點的位置 是騙人用的 為了騙人用的 比方說 這邊缺點細節 缺了點細節 點一下唄 再點一下唄 點一下 再點一下 點一下 點他一下 點一下 看 開到這個大小 我差不多就開到這個大小 就是好不容易才養成習慣 我以前都會放到這個大小來畫 然後我整張圖就畫不完 所以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把這個習慣戒掉 你看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這裡就會看起來精緻 好像這個感覺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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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這時候 就已經 浮行就出來 接下來就是在幹嘛 就是可能你在 你在 你在堆個 10小時 15小時 把這裡面更多的東西把它 呃 講進去 像 這邊 可能 因為他距離這邊的 距離這右側的光最近 所以我把這個 地方的形狀把它做更仔細出來 然後這裡都是小對比哦 就是非常小的對比 因為如果這些地方畫太強的對比 他就會跟底下 假設我這種地方我畫很強的對比 他會變成什麼 他在解讀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人眼在看這個圖的時候 解讀就比較不會用固有色來區分 就是這個固有色 這個固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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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直接從明暗交接線來分辨你的形狀 我比較希望他就是有點像平面設計的感覺 每一塊的固有色都很完整 然後我對比就盡量hold住 不要讓他太強 但是還是要能夠傳達出一些光感 這個就比較抽象一點 就是如果 如果無法理解 沒關係 不是太重要 那我們剛剛就講到這個欄杆本身很棘手吧 欄杆超麻煩的 欄杆超麻煩的 這種欄杆 這種欄杆 這個線太長了 又很直 很無聊 那怎麼解決 任何這種藏杆 你都用那種 花瓣可以解決一切 花瓣可以解決一切 你就這邊畫一個花瓣 這邊放一個花瓣 這邊放一個花瓣 這裡放一個花瓣 這樣放 問題就沒了 他就會被切斷 就破了 所以我那時候我在這邊加了幾個花瓣 可能有蝴蝶 把這邊的線段破掉 萬能的花瓣 用花瓣去破就好了 把這個花瓣 畫的時候 花瓣怎麼畫 花瓣你畫的時候就比照說 一個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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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選擇幾個插掉就好了 選擇幾個插掉 他就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他就會有上下之分 他就會有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也是S型 所以花了好多S型 很多的很多的S型的那個搭配 然後我記得到這個階段大概就知道完成會是什麼樣子 沒有 再來就是花很多時間去把它畫完 那用筆的時候 這張圖 這張圖 是大部分用這支筆完成的 但我平常畫其他圖的時候 會配合別的筆來使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完成的 就是後面一點的版本是什麼樣子 這個版本就 這個版本就 這個版本就已經差不多是 呃 畫完的階段了 我記得因為中間有改 有有根據 呃 委托方修改過好幾次 密集的花瓣喔 密集的花瓣 呃 我跟你講喔 你就到那個 這些大大的筆刷裡面 應該都會有那種密集的花瓣在哪裡 我這樣子掃就好了 然後 然後 他通常都會有類似的筆刷 就是 像那個羊血果的 羊血果老師的筆刷裡面 就有這種 這個 頭皮屑筆刷 我都把它叫頭皮屑筆刷 然後你就可以撒這個 撒密集一點 然後我多半都是 手畫一些 撒一些 這種頭皮屑筆刷 然後 換一些顏色 這樣子弄 再用橡皮擦把 有些東西擦 擦掉 可能是這種有孔洞的 你就給他點幾下 點幾下 把有些東西擦蛋 那用賽的少筆刷 沒有筆刷的 那那那那 那我就笑你啊 沒辦法 快來用PS吧 我們看一下前面的版本 我找一下 好不能用不能不能亂笑 笑笑了 那個也是有用賽 用的很好的打大的 這兩個版本好像沒差多少 說實在的 我覺得啦 就是 你我我做到這個階段之後 欸我怎麼變成頭皮屑 其實線稿還有喔 這邊都還是有線稿的 只是那個線稿在疊了很多層之後 它會跟底下的顏色融合 有點像 有點像透明水彩的那個畫吧 我這張其實就 它的筆觸是比較明顯 都是 都是那種透明水彩那種感覺的 你看這裡 其實就是 分塊面 我 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圓球啊 但是分塊面 主要是為了讓它不要 不要變成那種完美的漸層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這個地方畫的時候 會把它處理成完美的漸層嘛 超級光滑 超級做的 就是要很像3D一樣 後來我就發現說 處理層跟3D一樣 不見得就表示 是比較好看 因為 很多時候可能你個人 就是畫家本人在畫面上 所選擇的塊面 它本身是有另外一種趣味的 但商業圖一般來說不能這麼用啊 我其實做這個案子也蠻感謝 蠻感謝委託方 就是肯讓我用這麼低的完成度 然後完成這個稿子 像這個地方我都是 我就比較少這樣子 全部的東西都刷成超級 完美的那種漸層 然後最後還給它用 還給它用那種 加油混合筆之類的這種混合筆 給它揉一下 揉成 揉成那個光滑的 就是會留 我比較喜歡留一些塊面的那個感覺 比較喜歡留一些塊面的感覺 然後在鋪這個塊面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蠻像結構樹苗的邏輯的 就是這是一個圓柱 然後這裡一塊 這邊一塊 這邊高光 這邊大概都是比較平的 就是不要不要再做太多的漸層 然後這裡也是一塊 但是這一塊因為剛好被光照到了 就是肌肉結構你熟不熟 你那個 這邊就是樹苗七塊面的那個 那個公底啊 它沒什麼好說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像我這一塊 就是什麼 點一下 這裡給它加兩塊暗的 所以它變成 一段兩段點 這邊再一段 這邊再一段 放大看的時候是很粗糙的 然後有一些這種小長色的規則 是做什麼的 因為你的點很小 這個點很小 所以你在這種地方放一個這個東西 人們是不會注意到的 但是縮小它會在那個畫面上出現一點效果 就是我喜歡這樣 我喜歡這樣子長一點顏色 那個長顏色沒什麼邏輯 長顏色就是長在這種邊邊角角的地方 我幫你給它抖一下 稍微的給它錯一下錯一下錯一下 點一點點這個點就好了 在無不為人知的情況下 放一些小塊的點 那通常 當然它跟樹苗可能會有一點關係 我常常是塞在閉色陰影中 給它長一些高飽和的顏色 那到這個階段 有什麼可以稍微說一下說明的就是 應該差不多了 在鋪這邊的 這裡不是有鋪這個直線嗎 這個飛上去的線 飛上去的線 就考慮一件事情 考慮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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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 跟這條線 這個比較短的線 在畫任何這種 就是好多條直線 好多條曲線的擺設的時候 它的軸心 這種軸心 基本上都是 有點S型的 就是它不會 它的頂 都是錯開的 然後 它的底部 也都是錯開的 頂跟底是錯開的 然後它就會看起來比較靈活 不會是全部都是 都是 平面的平板的那種狀態 大概是這樣吧 到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鋪完色的階段 然後再深入下去 基本上就是 跟素描的 就是你的經驗有關了 就 不是說 就是可以很仔細 很小的 很小的那個環節 去講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到 到這個階段做一下 做一個段落吧 就是 講解的部分 那 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說明的 跳跳堂喔 沒有細話耶 什麼講多一點細話 我就不會畫戲 你叫我講細話 我看一下喔 我整張圖就不細啊 哪裡細 你看那個放大 全部都是一團石 放大沒有細 細的錯覺來自於什麼 細的錯覺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 很多這種小點 大的點 跟小的點 大的形狀 跟小的形狀 那個大小 你要做出來 有點像這樣子 我開個檔案好了 這個版本 線稿還是在喔 只是我又開了新的圖層 把很多顏色疊進去 他的線稿就不是單一的顏色 找一下喔 我跟你講煙花 我是找了五六個那個煙花的照片去貼的 因為這個煙花畫起來真的是 畫沒有這個效果好啊 那沒辦法 我就找了好幾個 然後把它組合起來 我原本畫的那個煙花是全白的 但是 全白的效果後來不好 因為最近貼圖很敏感喔 就是我找了比較不會引起爭議的東西來貼 比方說你看像花瓣啊 花朵啊 這種東西貼就比較不影響嘛 所以 呃或者是雲 雲之類的東西 你如果貼兩 就是你弄兩三個組合在一起 一般來說也比較不會被認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找 那個地方是真的畫到後來 呃就是委托方希望能夠當煙花 豐富一點 我就去找了 找了那個煙花的 的圖去組合 可是 說真的要畫那個東西 就是 麻煩啊 而且你畫出來效果不一定好 我畫過兩 我畫了兩次之後發現失敗了 就是效果出不來 所以我最後就是 就是先就是只要找那種的 組合就是合成技巧 大概是這樣吧 畫細的 訣竅 有我自己的系統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真細節 然後有一個東西叫做假細節 呃 什麼叫做 真細節呢 呃 真細節 聽起來這樣子好像大絕招之類的有沒有 他是指的 說 我今天在畫圖的時候 然後 畫的很扎實 這裡面的 細節 每一個凹凸起伏 每一個結構 我都是實打實的把這些東西畫出來的 這個就是 就是一般來說真細節 我就叫他 結構細節 結構細節 這個東西我把它叫做結構細節 也就是這裡面 他是怎麼組成的 他是怎麼組合的 這東西你一定要很清楚 然後你能夠把它的細節畫出來 還有像這裡面的花紋 他可能是這樣的花紋 這樣的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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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是實打實的把這種明暗資訊畫出來 那 為什麼真細節 就是應該說先說細節 細節的細節其實是來自於很多的明度變化 色彩變化 然後 色相 色相明度 飽和度這三者的變化 讓你畫面當中形成很多訊息量 所以大多數人想的細節就是 我把頭髮每一根都全部畫出來 那畫面一定是超級細的 那種東西我就把它叫做真細節 後來我在練習水彩畫的時候 我在練習水彩畫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水彩畫家在畫圖的時候 他們用了很多東西來讓你覺得 細節就是很細 但是實際上他根本沒畫太多內容 也就是 除了真細節之外 有一個東西 我剛剛講的假細節 假細節就是 微妙明度差 然後 色相差異 還有 紋理 彩線 這些東西都可以讓你覺得畫面上的資訊很多 可是實際上 你沒有去把細節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真細節摳出來 就是那個結構長什麼樣子 細節長什麼樣子 你要知道因為我不是做設計的 做設計的那些大大他們很擅長 很擅長比方說這裡面的結構繩子是怎麼綁的 那些就是對設計有研究的大老們 他會知道這裡面的結構是怎麼組成 所以他會畫得很輕鬆 但是我不懂這個東西啊 我不懂的情況下 去畫這個 就是每次我都很騷腦啊 後來我就在想了怎麼偷懶 怎麼偷懶 能不能不要畫這些結構 然後可以讓東西看起來 畫面看起來很完整的方法 所以 我後來就發現就是 那我畫面上的顏色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張畫的信息量夠多 然後你在用筆的時候 就是用筆的時候天生就有點跟線的概念 你不是每一個這種面 你都去把它處理成完美光滑的那個圓柱 我不是把這個東西 我不會去想成這個東西是圓柱 我想的是這個地方擺一個點 這個地方擺一個點 這裡一個點 然後這邊一條線 這個線還可以換個顏色 那同樣一個圓柱柱體 我在有點跟線的時候 他就會變多 而且我下筆的時候 一般這個東西 大家不是都是下一條直的嗎 他一條直的他就是直的 可是 線 斷 斷一下 然後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這同樣一個 你在描寫這個地方的亮面的時候 他涵蓋的資訊量 就已經有落差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用硬比 100%的比這樣畫的時候 這裡就是一個 沒有其他資訊的平面 所以這個東西是 就是我做的很多都是在這裡面 覆蓋 賦予他 用筆上面的那種小的細節 所以你看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資料裡面 其實他也稍微說了 就是你看這兩個頭髮 總法 總的 就是 總計的法術 發 communism 選擇 嗯 算了 嗯 這個的總法術是不是比右邊來的多 可是 看起來左邊A版本有看起來比較細嗎 A版本没有比较细对不对 A版本没有比较细 B这个版本是不是看起来比较细 为什么 因为里面这个级别的这个毛 很细的这个毛 才叫做就是细节的一种 你做了很多都是这种中型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不会比较细 所以在运笔的时候 大跟小的东西 你要知道就是在整体来看 我们看的是这样的形 可是制造细节感的这种东西 你是不能少的 你必须要知道这些地方要用小笔去画 然后右边跟左边 左边你花了一样的力气 但是你塑造出来的 你做出来的轮廓 本身就没什么 就是行动我们就说切的很平均 就跟像我如果用设计做例子 当然我不是做设计的 我就是装个B让我装一下 这种版本 你看这是一把可能一把枪的轮廓 它在里面切的时候切的大小都差不多 那这差不多如果我换成底下 就是它的解读 我会把里面的大中小分成这三种形状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右边这个形状 这个大小的你会发现 它大的是这种大小 中型的是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小的时候是这种小的程度 那细节就会在这种地方产生 因为是透过比较出来的 就跟我们轮廓上你都是这一种层级 这一种层级 这种层级的东西很多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如果让它呈现的细 它其实是缺乏 是需要有一些这种东西 然后很小的线 这样的东西存在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 就是怎么样画细节 你问我就是问错人 请鬼抓药单 我又不会画细节 我就是在致力于如何不画细节 让画面显得细 虽然还是失败了 就是这种画法 只有一种 有一种状况不能用 画立会不能用 因为画立会通常就是要你把东西画得很完整 很干净 所以画立会是最痛苦的阶段 好吧 图大概是到这里这样子 我们剩下好像到十点半对吧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给大家问问题 做一下回答 就是看了回答环节之类的 光影微妙的颜色变化是怎么思考的 微妙的颜色变化怎么思考 一般来说还是根据根据素描关系去决定 我想一下怎么举例 举例 微妙的色彩一般可以这样说 我找一下档 這個檔案喔 像這個啊 你可以想像成 我們一般找 顏色的關係的時候是這樣的 假設這個角色 現在 這個方向有一個暖光 照射到這個面 然後 我們一開始畫的時候 這裡 這一側 它有另外一道光 把這個面照亮吧 但現在可以想像成是 這個角色 然後 這邊 A側有光 然後 直射光照亮了這個位置 它的 彈的地方 是這樣的天空下 這個天空下是不是四面八方 這裡都有 光源 但總的來說 應該是上方 這個光 這個地方上方天空 上方下來的那個天光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種上方 你找一點點藍色 然後你用可能透明度10%或20% 你輕輕的這樣去混一下 你就可以找得到 這裡混一點點藍 這個藍是來自於天空的藍色 這個衣服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找一點點藍 塗一點點就好了 塗一點點 這裡就有 天光的藍色 然後 我們還可以找到 自己設計嗎 這個地板是泥土地 反射回來 所以這邊 我可以反射一點點黃光 很微弱的 混一點點黃色進去 這個黃光不是要你畫 那種很強的反光 就是要你 找顏色 丟顏色的理由 找混顏色的理由 找這個地方 丟顏色進去就好了 一般來說是這樣的 就是找 如果是寫實的話 就找這種 天光的影響 地面的反光影響 周遭微妙的反光的影響 像這個紅 他就可以在 讓你找到理由 在這一個畫面上面 多做一些紅色 多做一些紅色 或者是 這個紅色的 頭毛 就可以讓他的影子 的紅色 也畫得比較重 大概是這種 這是第一種 就是比較 具體的 增加色彩的那種方式 第二種就是 本來就有微妙顏色變化的 像 可能像說皮膚 我知道臉頰這個地方 血管比較多 所以他可能帶一點點紅色 帶一點點紅色 然後 呃 衣服 或者是盔甲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 就是生鏽的部分 本來就帶的那種鏽斑 鏽斑可能有這種 帶帶褐色的 但是這個 這我不是很會畫鏽斑 這個不是我的 我的那個 就是技能 技法組 但是有些 有些大大我知道他們是會在上面加一些 像是那種生鏽的斑點啊 那種紋理啊 那個東西他會畫上去 那上面就有顏色了 那 在其他的 畫 就是 比較偏向 剛剛那兩種都是比較 比較 不是太太跟個人風格有關的東西 再來就是比較偏個人風格 像比方說我自己很喜歡在線這個地方換顏色 我不要用深色的線 我不要用黑色的線 我就喜歡用紅色的線 老子就是喜歡你管我 那這個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工作這樣用 可能會給可能可能會給領導 領導說你用這個幹嘛 就是做插畫的時候你要有一兩張是這種東西 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獨有的牌子獨有的濾鏡 那把 這些地方我就用我的線條本身可以套色 或者是 嗯 嗯 我說就是 再來就是靠設計本身變顏色啊 就是你現在這樣畫了 你覺得顏色不夠多 那就做真的細節啊 真的細節 這個地方我設計一個藍色的條文 那他不就色彩變多了嗎 所以大致上可以分成靠 靠設計的就是畫面的分割 就是畫一個真實的設計上去 讓這個設計本身帶其他的顏色 用固有色去增豐畫面 然後 另外一個是做真就是做我們說的那個 真實光影關係當中的天光啊 或地面反射啊 或者是周遭物體的反射 對對旁邊物體的影響 去做找出那種微妙變化的可能性 然後第三個就是還有一個就是這種透光 他的微妙的透光可能皮膚比較透 或頭髮比較透 他裡面就會呈現可能光照過來的這個顏色 有這個這個盔甲可能實際上 他不是那麼透的 他並沒有這麼透的情況 但是為了做畫需求 有時候我們會刻意想要把暗部做的比較透 這裡我就把設計成會透出一點點光來 那也無所謂啊 所以第三個可能是像透光這種東西 然後第四個就是個人風格的 你在邊線上加一些你的所有邊線 你都給他變一些顏色 或者是你的所有閉色 你都讓他帶一點點不同的色彩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比較屬於你自己的表現選擇 當然在選這種顏色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我會盡量選擇素描關係接近的 那種色彩大概是這樣 調色的時候 那最簡單的處理色彩的方法 就是大部分都拉灰 你少的部分給他很高飽和 就是灰跟純液拉開 色彩的效果就會出來 就是我如果把這整張 都拉成低飽和 可是 這樣子 這裡有高飽和 這個地方有高飽和 這樣其實也行啊 就是你整張都是低的 就是低飽和度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些地方是高飽和的 他的 他的那個 對比一樣能夠被拉開 那如果對比還不夠 就是灰純對比 整個顏色來說 我覺得就是灰純對比 灰純對比要比較會控制啊 大部分人其實都是 都是 控制灰純對比比較少的 這樣的話如果還不夠 我也可以選擇不要在角色身上加啊 像我以前看 看有些大大 有些大佬 他們做灰純對比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 有比較鮮艷的顏色上去 背後有LED燈自發光 這樣顏色上去 我也會覺得 色彩看起來好像變得比較多 他的角色很灰 但是背景很鮮艷 說來說去 就還是處理對比的問題唄 就自帶佛光效果啊 再來的問題 問題現在有點太多了 自然色彩的練習 我看一下 皮膚的顧有色 像我皮膚的顧有色 一般就是先選真的顧有色 然後你壓暗之後 他自然就會找到那種灰啦 我這個皮膚顧有色 還是就是像剛剛一樣 你先畫一層 最基本的皮膚色 然後壓上那層藍色 就是天光之後 他就會變成灰 我大部分是這樣找的 不是真的直接選的 直接選我也選不到 然後看一下 因為那個彈幕跳太快了 真的有點難難看到問題 我找一些看有沒有可以講的東西 光影射掉 怎麼畫才不會髒掉 什麼叫做髒掉 我想一下喔 因為顏色髒這個問題 好像常常會有 會有被提出來嗎 我講一下我個人的 看法喔 顏色髒多半不是顏色髒喔 顏色髒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可是比方說像我這張我把它調成 調成樹苗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其實是平的對吧 然後 你今天你想混色 比方說你看到這種地方 要混這個紅色對不對 那你混的時候 你選了一個紅色 他是像這樣子的紅色 用這個紅色 用這個紅色上去 我們明明用的是一個不髒的顏色 但是他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好像不太對 他好像是 就是我們說的就是 跟這個皮膚不合 或者是我今天我選的是 這樣的黃綠色調 然後我選這個顏色畫上去的時候 你會我選這個顏色畫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這個顏色不對 他髒掉了 其實不是髒掉 他就是你的樹苗關係 大致上都是樹苗關係畫錯 畫錯之後 你這個顏色就不是變成皮膚微妙的色彩 而是 他臉上真的沾到一坨翔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沾到了那個髒髒的東西 他真的這個地方不有色 已經變成那種 就是沾到污垢了 沒有洗澡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色彩對吧 所以同樣 如果我用這樣的色系 但是我的樹苗關係是畫對的 我在這種地方混這個顏色 我樹苗關係是畫對的 然後我把這個 這個這樣的畫填起來 他沒有改變太多 他的樹苗關係對吧 這樣子縮小的你不會覺得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有 不會覺得這一塊是 特別明顯問題 就是跟其他地方合不來啊 所以大多時候的所謂的 畫髒了幾乎都是樹苗問題 你在你的明度下的不對 你的亮暗的位置不對 他就變成了不是光影 而是皮膚上面的固有色 然後這個固有色 顯得好像你好幾天沒洗澡 所以臉上有那種 有那種 油墨痕跡啊 有污 有污漬啊 這樣的那種狀態 頭髮怎麼畫的 頭髮就這裡一束一束這樣搓啊 這個不是筆刷耶 這個就亂畫啊 你看我現在用這支筆 自帶紋理的 全部在這邊 用很細的筆 這樣就好啦 你會看到他很細是因為我開的 比較大的像素在畫 我這張圖開了 好像超過6000吧 你看這裡 這有些地方是用 鉛筆工具 鉛筆工具 他的邊緣是完全是銳利的嘛 然後這個用比較銳利的 順著他的紋理去畫 縮小這邊就很多啦 這也是啊 就順著畫 平面上有啊 皮膚上筆觸一大堆 只是對比都很微弱 人物動作設計 剛才陰陽室那張大概40個 兩天三天 可能3到40個小時內吧 我有點不確定 那張比較就是 比較沒有卡關所以畫比較快 這個筆觸就要怎麼怎麼處理喔 你就放到很大 把圖檔放到很大 然後在裡面 有的地方灰一點 有的地方藍一點 有的地方紅一點 飽和度有的地方提高一些 就是讓這裡 有很多這樣子的小排線 他的顏色很多時候是來自於這樣的交叉 這種這種紋理的交叉 然後最後才形成 形成那個色彩的 就是 呃 不是你直接用大塊的平圖 可以圖得出來的 幾乎都是靠這個排線的交錯而形成的 練習筆觸有什麼心得喔 你看我平常不是都在畫 我平常我去年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在跟筆刷做朋友 因為我之前完全不會用筆刷嘛 我以前也是覺得這個筆刷不是很重要啊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了 就是在你後期的時候 你如何用筆刷做出那個文理效果 做出很像手繪的那種文理效果 其實他某種程度上還是需要你對筆刷了解的 像這個 我有的用筆方式 這張我幾乎是用這個筆畫的 然後有的地方啊 他他不是他不是畫這樣畫的喔 有的地方我是用點的喔 我是用搓的這樣子搓搓搓搓搓搓 他裡面有一些顆粒有一些紋理 就會上去 這地方是戳出來的 然後一樣啊就是案例就是 徐牧羊大大的筆刷 然後柯一陣老大的筆刷 還有旺杰的筆刷 我之前還蠻常用的 只是旺杰筆刷沒有歸類 所以我就沒有 後來我就先把它放著 我的筆刷集裡面有 然後這裡面有一些像是這種排線類型的筆嘛 這支我還蠻常用的 這樣刷 他有排線嘛 天生就自帶紋理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 就是在試怎麼樣子做出很像手繪 有的人已經會被騙過的那種 就是很像很像紙上畫的那種紋理 就是跟理解說紋理是怎麼產生的 然後我們是為什麼在平常在電腦上畫的時候的那個素描 跟手繪的素描感覺就不一樣 剛剛我們有講到他不是有靠微妙的明暗變化去做出 就是微妙的明度變化去做出細節的嗎 這個我之前我曾經做過一個範例圖 我把這個東西講一下 Penta我用過了 Penta太容易放機了 後來就沒有用 還是Photoshop比較 比較就是習慣 就是珍愛 這個A跟B兩個方塊 我們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像手繪啊 對 B比較像手繪 但是在明暗交接線的判斷 它其實跟日系的賽陸陸陸是一樣的 所以我有一陣子在畫圖的時候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樣的條件下讓我們覺得 A這種東西叫做 就是我們說一般說卡通畫法日系賽陸陸畫法 然後B這個東西我們就說它好像叫做後圖 可是明明明暗交接線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說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手繪 後來我自己的我自己下的定義就是 其實真的是筆刷的差異 因為電腦上面那個筆的資訊的 就是天生帶的資訊量差太多了 電腦上面的筆它天生的資訊量差太多了 像你看我們用19號畫的東西 19號畫的東西它怎麼樣畫 怎麼樣畫它就是同一個顏色 特別如果你是用100%配100%的話 我以前就真的這樣子畫 然後畫的時候發現說奇怪 明明塑造的過程我花的時間跟對方花的時間一樣 可是為什麼最終結果就是它看起來的東西就很細 因為同樣一個方塊它用的筆上面 我如果用19號我在這個地方選明度55 我永遠刷出來就是55 但是這個表面其實是55這個表面上面 我們說的後圖實際上很接近薄圖 你在這裡選一個48輕輕的掃過去 這邊是46 你選一個40輕輕的掃過去就好 這邊是30我選一個23輕輕的掃過去就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所說的後圖 實際上其實比較像是薄圖 你塗了一個表面之後那些紋理它的功用是豐富表面的資訊 你的光影已經對了 但是為什麼看起來就不夠細 就是因為表面的訊息量不夠 所以我用這個東西 就是知道之後我在去年我就再試著說哪些筆刷會有效果 因為我以前在畫的時候都是畫那種很光滑的素描 就是電腦上你用19號那種筆畫出來的 基本上很容易就是畫得很光滑 然後平常有接觸手繪的 你就就會覺得這個怎麼跟我以前畫紙上的那種感覺就是完全不同 確實就是完全不同 因為它就是太光滑了 所以實際上你就算用19號 你用一樣的步驟畫這個東西畫出來的 絕對是光滑很多 然後少了很多資訊 我這個用筆的方式完全跟用19號的時候一模一樣 唯一的差別只有我在畫的時候 我用的筆都是那種有顆粒的有紋理的 我每一個都是用有紋理的這樣刷排線 但是你如果用19號刷排線的時候 在這邊就是會刷成這種排線 這種排線就很難讓它處理的自然 我花好久才搞懂這個 原來我當時用的是插在這個地方 就是為什麼後來要做 就是首先先搞懂資訊量 搞懂資訊量之後 我才知道筆刷實際上是會有一些差異的 你用筆的習慣同樣 我們這樣講 A跟B兩個畫家 他們都畫一個方塊 用有感壓有文理資訊量的那個作者 他的明暗交界線的判斷 他們兩個明暗交界線的水平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A畫家畫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畫了就看起來不細 什麼東西都沒有很多 資訊就是沒有很多 因為天生你那個筆刷的那個 你可以想像現在就是A跟B兩個戰士 B的武器天生飛出去就自帶火焰效果 還有自帶冰凍加成 和自帶那個不死屬性傷害 不死屬性傷害加成5 然後我的就是一把普通的刀 然後普通的刀砍怎麼樣砍 那個效果就是很少 他隨便一砍就直接製造出相當多的傷害 也不是啦 這樣子大概你就可以推理出什麼 推理出一件事情啊 我們現在用的筆可以分成乾跟絲兩種筆刷 乾跟絲兩大類 然後他的用途我把它分成三種用途 一種叫做做出吊子 然後另外一種叫做塑造型體 還有一個叫做豐富資訊量 好我把筆刷分成兩大類濕的跟乾的 然後三種不同的屬性 那做吊子指的就是 我們平常會用這種很軟的筆 這個是軟噴槍嘛 然後你在你如果是用軟噴槍畫樹苗的 就我以前畫的時候是這樣子 我畫用這種軟噴槍去噴樹苗 然後我噴到最後 我也是畫很多光影啊 我花很多時間在觀察啊 如果用這種軟噴槍噴出來的 他的表面就是 這個是我當時去上染哥的作業 林染的那個 林染的那個網路班的那個第一堂作業 這個概念也是奪魁染哥的那個啟發 然後我們這樣畫的時候他就是很光滑 然後甚至你處理的不好他可能還會變成這樣子 你的光影吊子大致上是對的 但是他就是看起來很糊 所以這個筆就是我說用來做吊 我就把它這樣叫做絲筆刷 邊緣非常柔 然後他很適合拿來做吊子 他是專門是用來噴這種微弱吊子的 然後另外一種筆是塑形用的筆 塑形用的筆大致上就是像這種筆刷 這種筆刷他的邊緣本身是比較清晰的 他可以把形體交代的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你畫的太軟的時候 用一點點這種稍微乾一點的這種筆刷 你把裡面分出塊面分出層次 他就會看起來又結實一些 然後第三種就是什麼 紋理筆 紋理筆就是像這邊看到的這種紋理 紋理筆其實大可以在你現在畫完這些層次之後 你處理的很光滑 你現在把它處理的很光滑 你在這種地方你整個都是鋪成光滑的 我開一個新的圖層用柔光之類的效果 然後用這個紋理筆 這樣就好了 拿掉是這種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以前也是覺得筆刷對於新手來說 確實是不太重要的 可是後來我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其實你用對的跟用 你用的筆刷的類型至少還是可能不是只有一支 可能大概有兩到三種 你都知道他的目的跟用途之後 在畫的時候比較不會走太多圓網路 因為如果你是用轉筆刷 或者是你用19號 你要做剛剛那種紋理效果 你會發現做不出來 怎麼做都做不了 然後做到會有點厭世 會有點就是我到底到底畫這個幹嘛 之類的那種感覺 怎麼畫你就畫不出那種紋理質感 他其實也不是錦上添花 他真的是我覺得就是乾跟濕 然後做調子塑形和紋理這個稍微要有一些認識 你才知道那些質感是怎麼做出來的 要不然你用19號要硬化出這個效果 那個有點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19號用畫這個效果其實是很 很令人虧心的就是你怎麼畫都畫不了 大概是這樣吧 已經10點32了 那我們也就這個話題就到這邊 順便接下來 差不多這樣吧 差不多這樣吧 然後 因為我最近我的 我家裡兩個小朋友出 就是第二胎出生了 然後 變得特別忙 沒時間畫圖 所以更新就會變少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下一本畫冊 對就是畫冊 我 我們現在就是我新的畫冊在暑假的時候有出了 然後我有請 我有請兩個代理 一個北京的代理 一個廣州的代理 一個是這兩位代理幫我銷售書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裡面書裡面有一些我的過程 然後有一些比較大的圖 那不嫌棄的話 可以就是還請大家支持一下 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謝謝大家 那我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 稍微忘了 差點忘了 差點忘了 那個 請大家不要離開 因為小男要宣布第三季的直播 的名單之類的 好像要宣布一些事情 請大家就是再稍等一下